焦点视频,翁宝祥法科解码的时间 迎光幕的右手边见到翁宝祥师傅 是,希望你们好 左手边照旧见到我们的Ashley 是,Ashley 今次第二集,我们准备讲未来的三个生肖 但在Ashley问之前 我就大胆在Ashley之前问你 对吧,师傅,你觉得上一集是Ashley的表现吗? 挺好的,当然我们一路继续做下去就会越做越好 我们做到给各位网友看,我们合作迅速 没错,没错 如果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的兴趣想知文静定 之后就是属于牛腹熟肚 好,那属兔的今年有什么鸡星,有什么空星呢? 属兔的今年就好像没有鸡星 但有几个是空星的 有几个空星,例如有一个空星叫灾萨 灾萨,灾萨就是说很多东西 灾萨有几个,有天灾萨有地灾萨 灾萨有一个东西来的 因为有很多人说,如果灾萨,你想想是天灾 所以出外旅游就要小心自己的意围 灾萨,另外一个通知就是天空 天空海湖 天空海湖 飞机呀? 这下雨,刚才我说了,他有一个灾萨 但未必的天空海湖会失事的 天空海湖只不过是他的预算 即是說她的財不罪,什麼叫財不罪呢? 例如我打一份工,通常固定月薪的就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有些例如做銷售士、代理、代理那些, 她在計算,我這一個月找五十萬,現在有沒有五十萬? 五萬,這個月我找五萬,做生意會的,五十萬 上個月我找了三萬,這個月有五萬,可能下個月你未必有 可能下個月真的沒有收入,零收入,或者只有一兩萬 你平均的平均計算一下,一三五,只有九, 不是每個月都有五萬,只有三萬, 你找回來還有一件,你會不會花大了? 如果你找一萬元那個月,開銷你不會縮, 那你依然那個開銷是這麼大的? 換句話說,計算一下這條數,平均都沒有三萬, 因為你那月很大了,除非你真是這麼聰明, 我好像以前的月宇層片,你太太, 今天給你五元,你上班,這樣就可以, 所以,如果不是,你交應酬你多了, 你會,老實說,如果你要做生意, 你是不是要去找客人? 這件事,不是喔,跟以前相反, 客人找你,你找客人,這樣東西你會洗打, 又或者,如果你一堆發鬼龍的,又開學的書稿費, 今天又多了,這些又開銷大了,這些叫天空, 即是說,你的預算是超乎你所想像的,多了的, 所以,天空代表人財不罪, 另外,第三個空聲叫喪門,還要加上一個名, 喪門和披頭,喪門,喪門吊客,喪門吊客, 那是什麼呢? 好了,小心提防家裡的老人家, 即是說,會有喪事, 好了,既然喪門那個空聲入名, 那有兩樣東西,千萬不要做, 例如他送喪, 即是送喪,知不知道什麼叫做送喪? 不知道, 即是別人有喪事, 你不要去啦, 最後一面,最後一程,你不要送喪, 為什麼呢?你的運氣不好, 如果你去到那些地方, 加速你的運氣不好, 所以,如果你有喪門入名, 空聲過一年到, 那你就千萬不要去送喪, 去醫院那些人, 醫院到處附近, 醫院裡面, 醫院死人,你不知道而已, 天天很多人走, 他走了,但文化沒有走, 你一下子,他走不及, 你就這麼巧, 幸好還適合他, 那就影響你的運氣了, 這一點就是, 說不說, 明明是認見得到的, 你這麼好運氣嗎? 對不對? 晚安坐了, 好了,還有什麼呢? 那他們今年是, 應該要怎樣做呢? 才可以避免到呢? 他們今年是否都是有泰瑞, 有犯老泰瑞? 兔仔嗎?兔仔沒有犯泰瑞, 那麼沒有, 純了口味而已, 沒有,沒有,沒有, 但他們今年又沒有吉星, 有三個公星? 不知道,還有一個是披頭, 如果你披頭, 你披頭就散發了, 如果你做三行的網友, 就要小心一下, 披頭就是說, 如果你是做三行的, 從事三行的網友, 那你就要自己留意一點, 是那個意外, 意外, 其實呢, 你家裡, 你那個鏡子, 梳妝鏡子, 不要對著你那張床, 因為你起床的時候, 是怎樣呢? 披頭散發, 所以, 你家裡那張床, 那個化妝台, 那張床, 不要對著你那張床, 是啦, 你想一下, 你晚上, 閉著燈, 燈光暗暗的, 你起床, 你坐在那裡那陣, 哇, 看看鏡子, 好像有一個人披頭散發, 坐在那裡, 你的心理上, 都會有壓力, 是呀,